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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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動態靜態然後再去示範 好 那你就這樣操作 這就是F-Mind 學生十分鐘就能夠輕鬆上手 而且他還可以整理他的思緒 一層一層的去開展 我要說的是帶父從軍的經過 準備是長處的 東心南北市到處奔波 經過多次的戰爭 很多人都在戰場上犧牲了 經過數十年他們終於榮耀地回到故鄉 透過圖像策略 我們可以發現同學有不同的創意 像我們班同學 我就請幾位同學到黑板上 把兒時季區這一刻 用S-Mind的這個結構圖畫在黑板上 那你會發現 因為兒時季區這一刻 對作者來說是他的一個童年的季區 所以有人就會把它畫成蝴蝶的樣子 然後就象徵著童年的繽紛 那也有人 因為它是一本日記 也有人把它變成書的樣子 那根據同學呢 就是這樣在圖像上面有不同的創意 然後同學再把課文加以怎麼樣分類 那在課文的分類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出 學生對於文章架構脈絡的了解 他把課文裡面提到有想像力的地方 全部放在一起 那這個是不是跟其他同學分類的方式不一樣 有沒有 那第三個部分呢 他說怎麼樣 他是他的感受 他的專注力全部都在裡面了 然後最後呢他就提到 作者畢竟還是一個兒童 所以他頑皮的地方 他就把它寫在這裡 好我們現在看至於旺的第一段 最後一句話 我變成一個並不勇敢的士兵 大家覺得這句話 到底可不可以刪呢 可以 可以 韋傑你說 你說可以 可以刪 因為跟前面沒有什麼關係 你覺得第一段不是在講士兵 對啊 他不勇敢 所以但是他能夠寫出這種文章 所以連他那麼呆多了都可以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秉齊覺得是不可以刪的 到底可不可以刪 現在你覺得咧 都可以 可以刪 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那表示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輕鬆 可以從課文中先畫出重點去 再加上它排列起來 不管是什麼科目都可以用在XMine裡面 像是從木蘭石中第三段所記起出來的 招池岩梁去 之後木樹黃河邊 淡池黃河去 馬上木枝黑山頭 萬里富榮基 像這樣在前面加上連接詞 就可以讓語意變得更通暢 便能掌握到文章的精華 當我要做布告欄的時候 一大塊空白的布告欄 會讓我覺得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我就會用XMine來整理我要做的東西 我就畫一隻蝴蝶來當作這一顆的主體 那這一顆主體就分為內角跟外角 那因為蝴蝶大家都會想到花 那我旁邊又畫了花 那花衍生出來的是內角的定義 或者是定理 給它魚吃 不如給它釣竿 教它釣法 我們這邊的釣竿 我們講的就是XMine這個心智圖軟體 因為它可以激發孩子的心緒 那所謂的釣法呢 就是我們會教它這些策略 會教它這些策略的使用步驟 有的釣竿 有的釣法 當然 孩子所得到的是釣魚的樂趣 還有釣魚的自信 藉著閱讀策略 藉著閱讀 孩子是可以打開它學習的國度